高雄市在上个月发生街头枪击案 一名无辜早餐店员受到波及重弹受伤 引起居民恐慌 那么警方持续侦办 那么查出原来是为两家公司 护强酒店小姐引发纠纷 主线犯之后却还跑到 墾丁知名风景区要度假 那这也是逃亡之旅吗 但最后还是被逮捕了 发现后有追兵 车辆加速打算离开 两派人马却在早餐店前狭路相逢 嫌犯连开六枪 其中一枪击中早餐店员的手臂 两家经纪公司为了抢酒店小姐 不知找人砸电 还在高雄市街头上演追逐枪击 案发后正姓主贤立刻南下 躲在知名的墾丁百沙湾 还舒舒服服地住进了露营车 警方搜出两把枪和子弹以及毒品 嫌犯以为住在露营车内 神不知鬼不觉 结果还是被找到 出门采买时被当场逮捕 记者杨忠明高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